布罗鱼的粉丝大家好 祝大家春节快乐 我是李子贤小豆子 我是陈奕涵爱死贝拉 这次有你乐榜的表演舞台 准备了多久? 天 我看现在让你临时 就是创作几句英文语 会怎么样跟自己加一样?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这次两人合作青春料理 录歌的时候有发生有趣的事情吗? 我感觉为什么大家 都觉得我们俩是一起录歌的 其实我们俩是分开录歌的 我还以为是我们一起录的 然后后来是一个一个录的 所以就我会想象我们俩 一起唱的时候的感觉 然后尽量就是嗨一点这样 对然后豆子比较有趣的就是 歌里有一句是做好自己 然后正常的吊诗 做好自己 然后他唱的是 自己来 做好自己 不行 他不够他不够 再来 做好自己 没有 原版是这样 做好自己 这样 对 那你们两个分别 最爱的一句歌是什么 我最爱的是人生好比做菜 不能接 要保持耐心 没吃了 这就没吃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趁着年轻 多去经历心酸和笑语 有 有 有 对对 好就先这句吧 其实有很多 对 出到至今 概括一下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乐趣又是什么 因为我 对于 今年 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很神奇 然后所以就 收获了 很多人的爱吧这样 然后还有朋友 最大的乐趣 呃 就是接受到了新的工作 嗯 就是收到了 很大的一个幸运值 然后感觉自己正在把人生中想做的一件事 每一件事情也把勾 这种感觉非常的满足 希望19年也可以这样继续做下去 那现在天气冷了 已经到冬天了 觉得最适合冬天的料理是什么 一碗鸡汤 嗯 那我就黄焖鸡米饭嘛 因为有汤也有汤 有汤吗 黄焖鸡米饭 你说鸡汤吗 哦 对 美好默契 哈哈哈哈 用三个词来 许愿自己的2019年 家人健康 肯定 嗯 抱负 哇 然后 幸运 那我就 健康 幸运 好好的 呃 因为我是本命年 然后关于本命年的传闻也很多 所以我就希望我 好好的 我喜欢你的词曲 都是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创作的链 是什么 最爱的一句歌是 嗯 创作的灵感就是在上课的时候看着窗边 想象着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现在的灵感是对我的粉丝们唱的一首歌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Q音乐上有很多弹幕 就是在发的时候都说谁谁谁我喜欢你 所以我的我喜欢你好像成了一个告白墙 我觉得像那种比较复古的电话亭还有奶茶还有借助一些稍微晚一点的灯光会营造出来一个非常自然的效果 然后就跟朋友边聊天边拍照是非常自然的 近期一直在上表演课收获如何 最想挑战的角色是哪一种 嗯 收获颇风 我觉得解放天性是每个演员都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最想挑战的是古装 然后希望我也可以接到古装的戏 如果有一天自己拥有了魔法最想做的一天是什么 飞起来 飞起来 飞起哪里 嗯 那个那个那个霍格沃茨就是哈利波特的那个我真的超想上魔法学员 好 第一个真心话给自己的各种技能打分 十分是满分 嗯 第一个厨艺 我五分吧 那我六分吧 好 自拍照 六分 我八分吧 我这个我要解释 因为我是我感觉我自拍比本人要好看 他我觉得他的自拍没有本人好看 他就是厉害本人很好看 谢谢 但是我我是觉得你的滤镜特别好看 嗯 对他不是修他自己脸 但是滤镜特别好看 嗯 达椒 零分 绘画 零 零 素颜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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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方打吧 嗯 好 你说 嗯 你先说 嗯 嗯 十分是满分 其实见过对吧 晚上聊天的时候 嗯 三 二 一起 十 啊 哈哈 没有 没有 其实我 走了 因为我们俩都有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眼部的保养没有保养的太到位 就是 我觉得我也 就是黑眼圈 黑眼圈其实 嗯 我是有眼带 所以女生一定要好好就是 护肤一定要注意眼周部分 这样就可以眼睛更加明明 嗯 这个成功我已经记下了 努力程度 几分是什么问题 八分 十分 幸运值 幸运值 我真的不太幸运 嗯 看出 哈哈哈哈 六分吧 嗯 那我也八分 用各自方言和唱新生料理 我是真的不会用福建话说这些字 一起唱粤语吧 都唱粤语 那你唱那个什么 胡文化 对因为我实在不知道福建话 那句话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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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默契 接下来给粉丝划午餐 本来以为我画画已经够丑了 这幅画的名字就叫做 我喜欢你 有没有感受到我画中的真心 感受到 细节的名字 好细节 来看看你的不要说我 我的答案是完美八人足 哈哈哈哈